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禁让人感觉有些惆怅 明天就是你清洁 室友们陆续回家庆祝 而我则是不停翻看手中的教科书 仔细为明天的家教备课 早已习惯用忙碌来转移所有的思念 当想念阵阵袭来 只有书桌那盏微黄的灯光 和我静静相伴 喂 翠玄 我忘了跟你说 放在冰箱的最底层哦 哦 好 我会记得吃 嗯 拜拜 又是谁打了 喂 云云 那个水果我等等再吃哦 翠玄 妈 你刚刚说什么水果 哦 没有啦 没事 妈 你怎么会这时候打电话来 就想知道我的心肝宝贝过得好不好啊 只要听到你的声音 我就很满足了啦 妈 电话费很贵 我都有照顾好自己 你不用担心哦 哎 等等 翠玄 妈妈今天打来是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哦 每次接到妈妈的电话 都让我欣喜若狂 因为我与母亲之间的连结 全都建立在这一条名为亲情的电话线 父亲早逝 妈妈为了给我更好的生活 漂洋过海到外地工作 从此我俩便过着天各一方的生活 而那昂贵的岳阳电话费 让彼此之间即使有再深的思念 也只能长话短说 翠玄 妈妈知道这些人 你在越南受委屈了 以后你不用那么辛苦了 妈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妈妈努力了很久 终于把钱存够 也把证件都办好了 下个月就可以把你借来台湾 我们一家三口终于可以团圆了 妈 这是真的吗 傻孩子 当然是真的 妈妈怎么会骗你呢 熬过数年的漫长等待 我终于能够跨越浓浓的梨愁 到达海的另一端与母亲相聚 在几万英尺的高空上 窗外的朵朵白云 就像是上天特意捎来天使的祝福 预告我即将脱离思念的枷锁 此刻 我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 承载着对未来的向往 满心期待地往台湾飞去 翠璇 妈妈在这 妈 妈 妈 见到妈妈的第一眼 仿佛数年来 积累了千万次的思念 在一瞬间全部炸开 兴奋 喜悦 激动 欣慰 找不到一个适合的词汇 可以形容我当下百感焦急的情绪 在机场大厅 我与母亲紧紧地相拥 好想就这样 与母亲永远情境相依 再也不分离 翠璇 你这孩子是不是乐傻了 怎么愣在那儿啊 嗯 怎么了吗 这里跟越南不一样 在台湾大公车是有位子坐的 你提着行李那么重 快去找位子坐下 姐姐 我来帮你 何许的阳光穿透玻璃窗 轻轻地洒在我脸上 手提着行李 身子随着前行的公车轻微摇晃 而坐在一旁的 是我最亲爱的妈妈与妹妹 从前只能在梦里出现的情景 如今却真实在我眼前上映 梦幻的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主任 想请问贵相 有没有适合的班级可以让我女儿来就读 可能没办法哦 我们再联络好吗 这个孩子完全没有中文基础啊 要不要去问问别的高中啊 哪有十七十八岁的读多小的啊 她之前在越南读的是语言自由班 只要给她机会 她一定跟得上的 里长 求求你帮帮我们 我女儿从越南来台湾读书 但是父亲都没有学校愿意收她 哎呀 不是我不想帮忙 这是 连一句中文也不会讲 我要是学校的话 我也不敢让她来啊 来台湾的第一个月 却遭遇了我此生以来 最大的难堪与挫折 妈妈割下自己平日的工作 黑着我挨家挨户的到处拜托 这个真的没有办法 但大多是被冷言冷语或敷衍以待 眼看家里没了收入 但求学之路始终没有进展 这一天走在回家的路上 下起了滂沱大雨 不想再让妈妈继续这样为我吃苦 于是我暗自做了一个决定 妈 我有件事情想跟你说 我在想 还是我先不要读书了 我可以到附近的餐厅打工啊 去贴补家用 之后再慢慢找学校来读又可以 我不同意 可是 妈 我们现在的状况 我不想要来到台湾 却变成你的负担 知识就是力量 翠璇 你要记住这句话 我们虽然穷 但是我们一定要读书 因为只有读书才能翻转命运 可是我们的生活都已经快过不下去了 而且身边的阿姨也说 也说 他们说了什么 上次吃饭的时候 阿姨说 我之前在越南多厉害都没有用 反正来台湾 一切的知识都却不规律 翠璇 钱的事情你不用烦恼 无论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妈妈都要让你去读书 你要知道 学习就像航海一样 不要因为别人的流言蜂语就轻易被急的 要把别人的不相信化为自己前进的动力 坚定方向 学会当自己的船长 听到这里 止不住的泪水 悄悄滑落脸庞 望向远方 雾云密布的天空 却好似有一扇窗 窗内亮着一盏灯 而里头坐着一个人 正在那儿静静为我守护着 好了 今天课就上到这里 下周要检讨第六单元的奖意 下课 翠璇 你需要帮忙吗 我看那一笔记都没抄什么 我的课本见你好了 你写完再还我就好 谢谢 最后 在我快要沉默在绝望 与荒芜的流沙里 幸好 有苏欧海市水产职业学校 愿意收留我 是她 成为我的服务 给了我一个翻转命运的机会 诶 听说她好像听不懂中文诶 哇 这样感觉好辛苦哦 何止辛苦 想当年我不小就来台湾了 那时候是花两三年才跟得上学校教的 更何况是高中 说不定她很有毅力 就快要联考了 这太难了啦 就算我有再强烈的求知欲 却始终能以战胜 语言的隔阂 上课的时候 我根本听不懂老师在说什么 就连读懂黑板上的字 更是难上加难 自卑的阴影 占据着我的心灵 想要挣脱束缚 却依旧 找不到出路 城市中闪烁着稀疏的微光 还未破晓的凌晨四点 我便会在菜市场 与妈妈一同卖菜 为了补贴家用 我放学回家之后 也总是排门打工 无论是在民宿 整理房间 到餐厅洗碗 端盘子 将一天的二十四小时 安排得淋漓尽致 纵然如此披心带悦 只要想到 能够与家人在一起 再怎么辛苦 我也不曾喊累 罗勒左洋芋沙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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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勒 罗 罗 罗 你的注音学得蛮快的 可是 你怎么把人家餐厅 整张的菜单 都拿回来了 妈妈 我在背菜名啊 因为要帮客人点餐 我怕客人说的 我听不懂 所以才要背菜单啊 加油 如果有不会的 也可以问妹妹哦 她来台湾的时间 比你久 应该比较混一点 姐姐 你这个注音 好像写错了耶 我跟你说 这个波要往上钩 不是这样弯下去啦 哎呀 你这个小家伙还真聪明 我再写一次 你等等帮我检查哦 好 嘿嘿嘿嘿 慢慢的 我在台湾的生活 逐渐步上轨道 本以为 就能如此尘埃落定 殊不知 老天爷 才又剩下了一个 巨大难题 来 今天在下课之前啊 老师把这一次 断考的成绩单 发下去 大家这一次考的成绩 都很不错 希望大家要继续保持 哦 对了 郑翠璇 你等等来 办公室找我 公布断考成绩 好似进到 残酷的工审法庭 准备聆听 死亡的宣判 这天 我踏着沉重的步伐 到了导师办公室 接过成绩单的双手 止不住颤抖 看着上头的数次 让我一度不敢相信 这是自己的成绩 拍起头 本以为 会对上老师责备的眼神 殊不知 老师竟连一丝怒气也没有 此时 我的脑海里 浮现了妈妈的叮鸣 心头闪过一阵刺痛 眼泪 竟不自觉地滑落下来 老师 翠璇啊 老师知道你很努力 老师 我怎么什么事都做不好啊 是不是 我根本就不应该选择读书 翠璇 努力 或许不一定会成功 但不努力的话 就真的没有成功的可能了 可是 要是我努力了 还是失败 那怎么办 翠璇 你知道吗 人与人之间 最小的差别是智商 最大的差别 是坚持 学习就像航行在汪洋的海上 看到风浪 年轻的水手 也许会考虑掉头就走 但老船长 却会选择乘风破浪 勇往直前 因为他明白 逃避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老师相信你做得到 只是 老师把你叫来是想告诉我 你现在有一件更紧急的事情 在老师的转答之下 我才得知了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 原来 妈妈今天早上在工厂工作时 突然体力不支晕倒在地 目前已经送往医院 正在接受检查 刹那间 我的心就像被掏空了一般 无处又不知所措 我忍住自己 不让情绪溃提 在老师的陪同下 到了医院 请问是阮月辉的家属吗 是 我是他女儿 刚刚S光片检查过后 发现你母亲的病情 必须赶快去医院开刀 三个月前就检查出来 你母亲的乳房里有肿块 需要开刀治疗 但是你母亲一直没有来回诊 妈 这么严重的事情 你怎么没有跟我说啊 你一直瞒着我 要是哪天真的出事怎么办 没事 没事了 你还妹妹啊 还有好几年的书要读 我不能让你们一天到晚 担心我的身体 孩子啊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如果可以 我愿意牺牲一点我的生命 来换取你们姐妹俩 一辈子的幸福快乐 妈 你不要再说了 妈妈这辈子 没有读太多书 没有办法 给你们过好日子 但不代表 我们就要一直穷下去 妈妈只能尽力 做我能做的 就算拼上我这条命 也没有关系 剩下的 要靠你们自己 来翻转命运了 有人说 完美的卵石 不是铁锤敲打出来的 是历经水的拍打 和催炼 而我与妹妹的生命 不是被命运 折腾而成的 是母亲 每日每夜的牺牲奉献 所成全的 这不是翠璇吗 你怎么坐在这里发呆啊 老师好 最近 妈妈的身体还好吗 有慢慢康复了 谢谢老师 微风吹拂树叶 所发出的沙沙声响 仿佛在我心上 弹奏出哀气的乐章 本以为来到台湾 可以从此拥有 崭新的生活 殊不知 却变相 成为了妈妈的负担 与累赘 面对现实那道 无法跨越的金钱鸿沟 让我始终难以疏解 心中的烦闷 翠璇 你有没有什么梦想 梦想 老师 我 我没有梦想 你这么有想法 怎么会没有梦想呢 老师 像我们这种家庭的孩子 都已经快要活不下去了 还有什么资格 去跟人家谈什么远大的抱负 梦想对我来说 实在是太遥远了 翠璇 只要不停止追求 你一定会沐浴在梦想的光辉之中 老师 这个是 清华大学 最近几年都有在进行特殊选材计划 这是招生简章 你回去好好准备 可是 这是清华大学 我真的可以吗 翠璇 如果这世界上真有奇迹 那只是努力的另一个名字 在你的身上 老师看见你过人的毅力与坚持 相信自己 继续主梦踏实吧 从那天之后 我便把老师说的话 惦记在心上 未来对我而言 依旧遥远 但老师一字一句地鼓励 就好似夜空中的一颗恒星 正引导我的生命 通过那黑暗的未知 不屈不挠 持之以恒 水滴时穿 怎么没电了 七 七 妹妹 你可以教我这句成语怎么念吗 哦 这个叫做 切而不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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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加油 看你每天都读书得好晚 真的好辛苦哦 跟妈妈比起来 我一点都不辛苦 我知道 只有把中文学好 这一切才有重新开始的可能 我不怕自己努力了不优秀 我只怕比我优秀的人 比我更努力 就这样 使我逐渐找回 过去在越南读书的信心 没想到 学业成绩日渐起色 不只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与同学之间的感情 也更加融洽 也更加融洽 我看起来有点难度 但是 我还是想去试试看 远处的夕阳 由淡转浓 染红了那一片天空 过去的我也许仍会 犹豫与放弃 但随着成绩的日益起色 让我真正明白 一个人能有多大的能耐 全取决于自己 每个人都有一双翅膀 只有你鼓起勇气纵身一跃 才会真正知道 自己究竟会不会飞翔 翠璇 今天就是放榜的日子了 岂不期待啊 怎么你们全都知道是今天呢 苏奥海市难得有机会 要出现高材生啊 不只是我们 听说全校的老师 都很期待放榜 你们这么高调 反而让我很紧张哎 要是我没有上怎么办 不会啦 没有上的话再说啊 距离上午十点的放榜时间 只剩下最后三分钟 随着秒针的逼近 身上肩负的期望 更显沉重 这次我所要承载的 不仅是自己的成败 更是见证 我们究竟是否拥有改写命运的能力 紧张的我 逐渐听不见旁人的喧闹 陷入了浓浓的焦虑里 崔璇 你还好吗 妈 你怎么会这个时候打来 崔璇 不管结果如何 妈妈永远支持你 妈妈的声音 这好似一记强心针 给予我这世界上最踏实的安全感 即使我迷失或坠落 妈妈总能在第一时间找到无助的我 为我的黑暗注入母爱的光亮 时针指向十点 我的简讯提示声也准时响起 看着上头文字捎来的录取讯息 瞬间点亮了在场骚动的人们 整间教室陷入了一阵沸腾 尖叫 兴奋 愉悦 狂喜 无论是同学或师长 鼻子脸上都洋溢着胜利的喜悦 但当时的我却只感觉 这一切是多么的不可思议 在我脑中不停回荡的声音 是妈妈说的那句永远支持你 这不是阮太太吗 听说你们家翠璇考上了好大学啊 恭喜你啊 是啊 辛苦这么久总算熬出头了 翠璇 你之后要更认真读书 小声妈妈哦 谢谢你们 我会的 放榜的这天 我与妈妈一如既往的走在回家的路上 夕阳微弱的光芒给大地披上了蝉翼般的光彩 云朵宛如鲜艳夺目的金色彩断 装饰着红褐色的天空 母亲的背影 在余晒的照应下 写得细长 看着她三年来 用着日益消瘦的身躯 无悦无悔地 为我和妹妹撑起了一个幸福的家 妈妈 妈妈一直都相信你做得到 但你要记得 考上了大学 只是另一个学习的开始 往后要更努力才行哦 妈 我知道 翠璇啊 你还记得三年前你刚来台湾的时候啊 那一天黄昏 我们也是走在这条路上呢 当然记得啊 这里的风景跟三年前没什么变 只不过不一样的是 今天没有下雨了 是啊 那你还记得 那时妈妈跟你说过什么话吗 那时我一度想要放弃读书了 但是你告诉我 学习就像航海一样 不要因为别人的流言蜚语 就轻易被击倒 要把不相信化为力量 要学会当自己的船长 妈 谢谢你把我接到台湾来 这阵子 让你太辛苦了 翠璇 你知道吗 为人父母 就是会尽力把自己这一辈子 所得到最好的东西 全都奉献给自己的儿女 这一点都不辛苦 我反而觉得很幸福 翠璇 妈妈想告诉你 谢谢你来当我的孩子 妈妈永远以你温柔 看着远处的西洋 与船只 没入地平面 我知道 他们即将要到达地球的另一端 为那里的人们 带来一个美丽的黎明 在那时候 我才真正明白 原来是那道 母爱的光辉 承载我的梦想与希望 穿越千里之外 飘扬过海 继续勇往直前的 始向光明的未来 全剧播毕 谢谢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